他是一个来自偏远山区的小男孩 谁也没有想到 他能够从山里边走出来 竟然靠的是一颗小小的网球 他年几十四岁 就背起了贝勒 拿起了网球拍 出现在了国际网球的赛事之上 并且赢得了最终的荣誉 这位贝勒少年因此 瞬间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话题 那么这个贝勒少年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颗网球 改变自己命运的呢 这一路走来 他都经历了些什么 本期体育观察 就带你一起认识一下 这位来自瓦族的十四岁网球运动员 王发 故事还要从2008年开始说起 王发那一年出生在云南省临仓市的 一个非常贫穷的小山村里头 他是村子里头属于最能跑 最能跳的一个小孩 所以说 他的运动天赋基本上就是与生俱来的 因为家庭条件十分窘迫 所以从年幼开始 王发就不得不扛起生活的重担 帮忙分担父母的压力 从小 他就学会了做各种各样的家务 虽然生活如此艰辛 但是王发相信 只要自己努力 一定能够找到一条改变自己命运的路 可谁也没有想到 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 竟然真的就在不久之后 出现在了王发的面前 原来 当时位于云南的一家网球俱乐部 想要寻找一些有天赋的孩子 练习网球 俱乐部的总教练张小红 在2016年来到了云南的林仓 在王发所在的县城里 他准备挑选出一批可造之才 这是后年仅八岁正在上学的王发 对于网球是完全陌生的 这颗小小的网球 就连键 他都没有见过 面对陌生教练的体能测试 王发没有多加准备 就上了 在短跑冲刺的测试中 王发的表现尤为亮眼 张小红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孩子身上 有着超越同龄人的体能优势 那就是王发的爆发力 以及耐力 这两项能力 在网球这项运动中是非常重要的 很快 张小红就找到了王发的父母 想要说服对方 让孩子跟着自己到昆明 进行有关网球的专业练习 王发的父母一听 自己的孩子有前置去打网球 一开始 他们是抗拒的 第一个原因是 两地相聚教员 父母私来想去还是有点舍不得 第二个原因就是 家里实在是家徒四壁 完全没有办法付得起高昂的学费 那么王发会因此而失去 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吗 张小红听到王发父母 想要拒绝自己的理由后 表现出了非常惋惜的态度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他思考再三 告诉了王发的父母 孩子天赋异禀 自己不想失去这样一个人才 只要王发能跟自己回昆明 那么不但费用全面包吃包住 而且就连文化课 也会有专业的老师来教 什么都不用操心 最终张小红的诚意 感动了王发的父母 他们也终于是点头答应了 而王发对于这样一个 能走出大山的机会 自然是求之不得的 不管是打网球 还是干别的事情 王发都能够接受 就这样 这个皮肤有黑 每天都充满着质朴笑容的男孩子 跟着其他几个小伙伴们从家乡 到达了位于昆明的网球俱乐部 那么在俱乐部里 王发能够适应全新的生活吗 对于王发来说 接触网球一开始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情 每天的练习对他来说 就像是在玩一样 然而时间一久 枯燥乏味的训练内容 就让他感到了不适 在俱乐部里的每一天 王发都要六点准时 从床上爬起来 晚上也是很晚才能够回到床上休息 中间的各把小时里头 他要不断地练习发球 挥拍等动作 由于王发的基础薄弱 所以光是一个动作 他就要反复地练习上成百上千次 光是挥拍 他就要拿着拍子上下摆动进千次 除此之外 他还要接受体能训练 高强度的长跑 卧推都是常规项目 睡前 王发还要上文化课 慢慢的王发有了想要放弃的念头 其他一起过来的小伙伴 也同样熬不住了 第一年年底 王发和其他小伙伴们回家过年 等到要回俱乐部时 张小红一个个好言相劝 才把孩子们又都拉回了俱乐部 好在随着年龄的增长 王发渐渐明白了教练的良苦用心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 出现在职业网球赛场之上 他就算吃再多的苦 也无所畏惧 随着态度的变化 再加上张小红教练的耐心指导 王发的网球技艺进步的飞快 这个年轻的小将正在一步一步的将自己的天赋 全部兑现出来 那么王发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比赛场上的呢 2020年 在上海市举行的一场网球徐回赛中 年仅12岁的王发第一次出场亮相 最终他和队友紧紧取得了男双的一个亚军 这样的成绩并没有让王发感到满意 回到俱乐部之后 他勤加练习 备战下一个青少年网球比赛 2022年 在广州举行的亚瑟市青少年网球徐回赛中 王发再次背起了跟随自己已久的备老 征战在赛场之上 这一次 他还参加了男单的比赛项目 最终 这个来自中国的少年一路过关斩将 拿下了14岁以下年龄组的男单冠军 要知道这个冠军的含金量还是非常大的 王发的名字很快便刷爆了网络 然而真正让王发爆火的 并不是因为这一次比赛的冠军 而是来源于一张赛场上的照片 照片中 王发笑容憨厚 正背着贝瓦准备离场 贝瓦中装着的正是自己的网球拍 很快 这样一张名为贝瓦少年的照片 在网络上迅速的流传开来 许多人在详细了解了这个从大山里头走出来的孩子 所经历的一切之后 觉得十分感慨 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 除了天赋之外 其实更多的还是王发自身的努力 一个冠军 并不会让王发迷失自我 骄傲自满 相反 这更加激励着他勇往无前 在竞技场上继续奋斗 追逐梦想 面对记者的采访 王发表现得异常的坚定且自信 他告诉人们 自己还很年轻 接下来一定会继续努力 争取打更多的比赛 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荣誉 那么你觉得 王发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 请关注我